我又想玩一玩 這座房子已經氣候很快就會濃煙滅 你怎麼做會決定你能不能活下滑 現在濃煙已經瀰漫整個梯間了 請問該怎麼辦 A 往下逃 B 往頂樓逃 C 關上門待在室內 哈哈 關上門待在室內也太蠢了吧 當然要趕快逃啊 既然濃煙從下往上蔓延 我就往頂樓逃來爭取時間好了 一般來說當逃生通道安全暢通時 應該要往下逃生 但現在我們逃生路徑已經充滿濃煙 所以不能往下但更不能往上 因為煙上升的速度是每秒3到5公尺 代表一秒至少上升一層樓的高度 而許多罹難者就是死於往上跑的樓梯間 所以當逃生通道充滿濃煙高熱的時候 絕對不要穿越濃煙逃生 而是要關門求生 因為關門可以阻擋濃煙幫你爭取時間等待救援 現在已經關好門了 下一步要怎麼做 A 躲進有速江門的廁所 B 有對外窗的木門房間 啊 浴室有充足的水源可以用來滅火沖濕身體 還可以用濕毛巾堵住門縫 躲進廁所的存活率比較高 大錯特錯 第一 浴室雖然有水 但面對火場等級的濃煙與高熱是沒有效的 至於全身淋濕也只是心理安慰並沒有實質效果 第二 塑膠門不耐高溫 只要濃煙的溫度達到200度到400度就可以把門融化 所以就算在廁所門縫塞濕毛巾也不能有效的將濃煙擋在外面 最後甚至會因為遭到濃煙侵襲而窒息死亡 等等 煙那麼大事啊 讓我拿個濕毛巾捂住口鼻吧 且慢 其實濕毛巾頂多只能擋住濃煙中的碳粒子和碳渣或澆油 卻擋不住濃煙中的毒氣 大部分的火場罹難者都不是被活活燒死 而是被濃煙嗆昏後死亡 而且為了拿濕毛巾穿越濃煙 會把你自己從原本相對安全的環境移動到更致命的危險中 應該選擇由窗戶的房間避難 因為開窗不只為了求救 還有將部分濃煙排到戶外的可能 唉 我真是冒著生命危險幫你們破解迷思耶 還不趕快把影片分享出去